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今天我们现场我是陈凤馨 全世界从美股开始跌跌不休 那么陆港股当然也是跌不休 可是这个结构上面 它的跌的状况好像有一点 大型股跌得比中小型更重的一个情况 在我们线上的是 丰业财经执行长谢陈彦 陈彦其实你是上礼拜 还是上上礼拜就提醒大家 先获利了结一次吧 这样子等过完年之后 其实是有低点 那时候你当然不可能预测到 美股会大跌嘛 对不对 对 当然不知道 如果是的话 我大概就把我家的房子 全部都重压做空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多好几栋了 没有啦 这是开完 所以我们要再次的说 就是说在我们做分析的时候 我们是不可能真的预知 每一天的状况的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你看像昨天晚上 道琼又跌了1000点 对啊 那基本上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其实 有提供了很多的资料 给大家去了解 我们大概知道 股市到某个位置的时候 它的某些状态 其实我们认为是不稳定的 对 它可能风险更高 然后所以可能就必须要保守一点等等 但是我们不会预判到哪一天跌 跌幅有多重 这个是没有人做得到的 对 但是至少我觉得说 这个开始变得比较小心 你要注意在你操作上面的风景 这次就不会受伤了 这是有必要的 所以像这一波 整个这样修正下来 其实我都在问同学说 跟同学讲一个观念 也跟听众朋友讲一个观念 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大跌 我们不要去看我们到底赚了多少 但是我们要看看我们有没有活下来 对 因为其实很多人在这一波的修正当中 甚至最近有开始网络上有很多的故事 就是全部赔光了 或是过去四年赚了都赔光了 那就表示它那个杠杆玩得很大 玩得非常大 那它可能意气风发 所以在这一波的过程当中 它完全忽略了一个风险 那基本上其实我们在看整个 大家会觉得好像大型谷跌得很特别凶 那等一下其实我再跟各位讲理由 但是我们先看一下 基本上整个看下来 其实恒生指数 其实才跌到这个季线而已 恒生指数才跌到季线 它没有跌破 没有还没有 还在季线附近而已 那它很强耶 那当然今天开盘以后才要再面临考验 因为昨天道琼又一千点 我不晓得这个会不会受到冲击 然后国际也是在季线 国际指数也是在季线 然后上证指数呢 就不行了 它就跌 已经有稍破年限 我们这边的季线用的是60日 然后年限用的是240 为什么我特别说明 因为有时候真的不太一样 有的像国外有的他们喜欢用200天的 那这里会稍微产生一些差异 那我用的是240日 那上证50 看起来昨天跌幅是比较凶 可是它还撑在季线 那反而我们在看昨天 深圳中小板是大反弹 因为昨天涨了2点多 很多人说好像比较强 可是其实它已经早就跌破年限了 所以昨天反弹的其实是最弱势的 昨天大跌的其实是最强势的 所以其实我们要从整个来看 而不是单抓一天 那因为这个 我相信今天整个港股也好 入股也好 我相信面临的挑战还是存在的 因为昨天道琼这个跌幅 又非常的惊人 那费城半导底也跌超过4% 那NASDAQ S&P500也是都在4%附近 那为什么要去了解这个 因为过去我们在看美股大跌的时候 我们好像都会把资金移到A股 因为好像A股是一个室外桃源 它就是跟国际市场几乎没有什么联动性 那过去是这样 但是现在其实已经有一些改变 为什么 因为现阶段其实投入到 因为包括我们讲深港通 我们讲护港通 实际上外资 它可以 它投资恒生指数也好 或者是透过这个在香港开户 然后透过互通或者是深通 把资金进入到内 去投资内地市场也好 其实内地的参与 其实机构保险资金跟外资 其实已经快速的在增加 因为过去A股市场 确实是以大陆的公募基金 就是我们所谓的共同基金为主 还有散户 那所以市场的波动很大啦 换手率很高啦 或者是说跟国际股市之间的联动性很少 但是因为现在保险的资金 就我们讲大型的保险资金进去了 外资也开始进去了 所以个人投资者的贡献度已经下降了 那机构增加了以后 大家开始重视的方向不同 比如说以大型股为主 以价值投资为主 然后杠杆也降低了 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 国际事件的影响也提高了 所以这个部分是 未来大家在看A股的时候 开始要 要有一个不同的思维了 对 这个思维变成要不一样 其实这个分界点 比较明显是从2016年开始 那一次的重挫 2016年以后 2016年以后 其实我们看到 A股的波动其实是 持续的下降 持续的下降 等于是说 开始转变成一种 以机构 以这个外资 以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保险资金为主的 一个市场 一个市场 那因为 今年 这个MSA 纳入A股以后 其实我们相信 这个部分的改变 还是会持续 还是会持续 所以未来 所以为什么我们 其实我们之前提到了 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 放长假 那以我法 我们过去 待在法人圈的想法 即便我是外资 我过年期间 我们外资没有放 我欧系 没系的资金 没有放假好了 但是你们这个市场放假 其实我还是会减码 因为我担心放假期间 万一 国际股市发生什么问题 那这个股市是修市的 我没办法去做 调整嘛 所以基本上还是 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只是说 哇 刚好这个 又碰上国际股灾 对 这个其实也挺有趣 本来的调整可能是因为 好 反正也涨很多了 然后加上我们担心 这个 这个修市的问题 与其这样子 干脆我们就先调整 没想到一调整 反而避开了 所以有时候 在这一个部分去 先做一些动作 其实是OK的 所以陈彦 其实你上个礼拜 其实是劝大家说 先调整一次 对不对 等过完年之后 其实呢 重新再做 是重新 还有很好的机会 而且那时候 其实那时候还没有大跌 那时候其实 是比高点稍微低了 一点点 但是还OK 对 那但是呢 现在经过大跌了 然后呢 台北股市是下礼拜一修市 可是他们应该是到礼拜三 对不对 15号 15号是过 休市到21号 15号休市到21号 22号回来 所以我们下次跟听众朋友见面 就是23号 好 那所以他们是到下礼拜三 14号都还在 都有交易 那你觉得他们调整的时间 差不多了吗 还是真的都还是要等到过完年后 要等到过完年 因为其实 都不急 对不对 对 就在年限附近 季限附近 看它跌到来就在这里晃了 OK 所以我们等过完年回来 我们再来好好的讨论 讨论一下我们的策略 我们的布局 然后怎么样再去 跟甚至后续的 哪一些类股 我们重新的来去检视 我觉得现阶段的时间点 大家不管怎么样 反正就好好过年吧 那万一上个礼拜 没有听你的话解码的人呢 还是好好过年吧 就不要想那么多了 因为你现在调整 我又怕调整在低点 其实是有可能调整在低点的 有可能 因为你看深圳跌这么深 它突然就急弹了 OK 其实本质上 因为从最弱势的开始反弹 最强势的开始补跌 它也许就是 就是调整的尾端了 对 只是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说 它哪一天止跌 这个都是没有办法确定的 因为每股下跌的原因 其实并不存在A股身上 你只要记得这个 我们只要记得这个就好 所以A股是自己的一种 调整部节奏 受到国际股市影响 但是美股下跌的本质 就是 但是A股不存在 这个因为时间关系 我下次再跟各位讲 因为这跟本益比有关 跟殖利率有关 对 那其实A股的本益比 就是偏低的 殖利率其实就是偏高的 所以不存在美股的那个问题 对 那只是说 因为国际股市 在修正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刚才讲到 现在A股的资金结构 已经有外资导向了 所以自然 你看台股也是外资导向 对 所以自然会受到 国际股市影响 但是它下跌的本质 A股并不存在 所以这个修正 我相信 很快的就稳定了 然后年后 再来重新思考是对的 因为我们不晓得 这一段时间 整个国际股市 会产生多大的 这个变化 是 其实持盈保态 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做法 那希望每一个人 都能够过一个好年 我们要非常谢谢 丰业财经执行长 谢陈彦 也希望你 苟年继续很旺